主要这个课程会分析的部分跟各位介绍 首先我们要取得我刚刚上述所讲的进出口资料 以及新生确诊人数的资料 取得进来之后我们要学会如何去做资料清理 视觉化的一个交讲 清理完毕之后我们就要学视觉化分析 视觉化分析完毕之后 你要懂到底什么是一个互动式 发表的一个最佳呈现方式 然后创造我们一些逻辑的思维 然后进行所谓的分析 分析什么呢 简单说在没有疫情的时候 我们进出口的一个项目 或者是输入的地区 有没有在本土疫情的时候产生一些改变 这就是一种很简单的一个分析 那当然在这个过程 除了要教你资料的堆叠 还有要包含cross-join 也就是交错分析 交错资料合并的时候 要怎么样去汇总起来 这些就是的